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谈判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第八讲次商业谈判的播出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商业谈判的前置阶段的第一个部分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本讲次的重点 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讨论商业谈判的步骤 第二个是商业谈判的情报 我们这个讲次的教学目标也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我们要来跟同学探讨的是 商业谈判初期它的进行步骤为何 第二个是了解如何评估是否谈判 应该要评估的哪些项目 第三点是学习谈判情报的重要性 它的种类还有它收集情报的一些方法 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 还是请到王志军王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个案的一些分享 何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很高兴今天又可以来这个节目来带来一些有趣的跟实用的这个谈判的案例来供各位同学这个学习做参考 好的 谢谢志军老师每次到节目来 同学对于实用的把谈判应用在实用的案内都有很多的收获 好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主题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当冲突的发生的时候 谈判是最好的解决的方法吗 这个地方我们要评估两个重要的思考的方向 第一点是冲突的情境是有利还是有弊的 这个地方同学一定会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大部分讲冲突 我们好像一般人似乎都是朝着避免冲突 不希望冲突的那个方向那个角度去思考 那冲突又怎么会有利有弊呢 其实在很多情况之下 维持适度的冲突 适度的这种 不管是立场上面的冲突 我想是具有必要性的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各位同学可以想象在家公司里头 它有财务部门 有财务会计部门 有生产制造部门 然后可能也有销售部门 我想当一个公司要研发一个新产品的时候 研发单位一定是希望钱越多越好 你给我越多的钱越好 可是制造单位或者财务会计部门 特别是财务部门又会希望说 那这个预算的管控要越合理越好 尽量不要花太多钱 可是等到产品上市之后 销售部门一定也希望公司 给我越多的整个广告的预算 销售的预算 可是站在财务会计部门 又不希望给太多的预算 因为太多预算成本太高 会吃掉公司的利润 所以在公司之间 部门跟部门之间本来就有所冲突 那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领导人 维持部门之间适度的冲突跟紧张 我想这个冲突情境反而对整个公司来讲是有利的 或者我们看我们以政府的架构来看 如果政府所有的部会 它的做法 它的观念都一样 比如说经济部跟环保署 本来在某些政策就会有所冲突 那我想今天国家领导人 总不至于希望经济部跟环保署立场都一样 全力发展经济 那都不顾环保 我想这种维持适当的冲突 本来就是在我们很多场合 很多情境是有必要的 那在谈判上面也是一样 你跟你的对手维持某一种程度的竞争 紧张关系 这个竞争也会带来一些的进步 所以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竞争 是不是有利还是有弊 如果竞争是有利的 那这种情境实际上好像也不太需要 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好 第二个我们要考量的是 积极面对是不是比消极回避来得好 在很多情况 某一些冲突即使是有弊的 但是我们通过消极的回避 中国人常常讲适缓则缘 很多冲突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可以换取空间 所以也不见得要用很积极的方式 一定要好像剑拔奴章 大家坐在谈判桌上面 你来我往这么紧张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在谈判之前的考量 要先考虑到以上的这两点 好 接下来我们就实物个案的部分 我们请教知君老师的是 我记得以前几年前 轰动一时的博达案 博达这家公司 它生产的一个产品叫做生化粽 这个产品它的用途 待会请知君老师说明一下 我知道国内有家公司叫做文茂 这家公司已经上柜 它透过这个化碟唯有的方式 来创造这个生化粽 这个特用化学品 它的一个代工的市场 然后它也变成现在台湾最大 恐怕也是唯一的一家制造商 那这个文茂这家公司 怎么样透过化碟唯有的方式 来创造市场 对 这个老师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个竞争到底有利还是有弊 那我今天分享这个案例 就是说在一个不利的竞争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扭转劣势 那大家提到博达案就认为说 你刚刚提到这个生化粽这个东西 大家以为说这是不是诈骗集团 那其实不是 博达案当时是谁会恶性倒闭 跟涉入诈骗 是因为说这个市场 事实上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叫做化学半导体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用的 智慧型手机里面的晶片 它不是细晶圆做的 它是用一个化学合成的东西 然后它的用途就是说 在我们的智慧型手机当中 或任何的手机里面 它用来做发射电波的晶片 那随着这个3G 4G的时代的到来 我们所需要的晶片 需要越高阶 越精密 那只有在这个化学合成的半导体上面 才能够制作这种东西 那当然大家在2G的时代 都看到了3G 4G时代的来临 所以当这个2000年左右 很多的公司都投入这个市场 那就使得这个市场 不到两年就陷入了鸿海竞争 这也是当年博达老板叶树飞 他之所以必须做假账 去灌营收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忽然变鸿海 是大家意料不到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有一家公司就是 老师你刚刚提到这个 稳帽半导体 他也是做这个 那么在这个竞争当中 他在一片鸿海市场 恶性杀价竞争当中 怎么样去壮大自己呢 那他采取的一个策略呢 就是说我先壮大我的实力 让我的技术先上来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去诟病竞争对手 那也就是说竞争对手 我要合并竞争对手 其实不一定要用银蛋 因为当大家都亏钱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想要便宜卖出 那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卖给你呢 一定是你的实力要比我强 所以我觉得谈判上 各位同学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要竞争实力强 你才有办法去合并跟消灭他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逼竞争 提高到自己的实力 去跟你的对手去谈的时候 你才能够具有利的位置 那当时另外还有一家公司 比如台塑集团 他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也是在从事相同的产品 那么即使说文茂 他的实力比较强 可是台塑集团的财团的 这个背景实力比较坚强 他未必想要试出他的股权 或者说离开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时候 文茂半导体的老板 他也很聪明 他就觉得说 我试出更大的利益 用一个更便宜的股价 跟你做合并 那么让对方觉得说 我们一起合并交叉持股之后 交换持股之后 可以让你也可以获得 透过我的实力 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 结果就让这个谈判就成功了 那么也让台湾 从此就只剩一家 做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市场的价格 就趋一合理 那么这家公司就开始赚钱了 好 谢谢志军老师 这个个案的分享 我想这个本身的实力 非常的重要 然后透过这个 释出短期利益 来达成合并的结果 然后再创造市场 长期合理的发展 我想是这个个案 我要跟同学分享的 好 我们这个地方 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 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讨论了 怎么样先来了解 谈判是不是解决冲突 或者达成合作最好的方法 那这一段 一开始我们先跟同学来介绍 能够展开谈判 必须要以下几个条件 我们一一来跟同学说明 第一点是彼此的冲突 是不是已经变成双方 都没有办法忍受的僵局 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 如果这个冲突的严重性 已经到双方觉得 我们一定要解决 我们再拖下去 只会让这个冲突 越放越严重的时候 跟我们刚刚前面 讲的一种状况 释缓责源完全不同 刚好相反的时候 这时候双方就会很急着 赶快用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冲突 好 第二个 能够展开谈判的情况是 这个僵局又不是单方 可以解决的 必须透过双方的合作 才能够解决 好 那第三点是 这个谈判双方都非常清楚 对方的需要 对方的利益 对方的冲突 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好 第四点是 这个也非常重要 就是都有透过谈判 解决问题的意愿 我们同学如果常可以 观察这个国际局势 各位同学都可以发现 不管是过去在中东 不断的冲突 以至于北韩的冲突 最后会走向战争 都是因为双方 没有谈判的意愿 或者至少有一方 没有谈判的意愿 他不愿意上谈判桌 那另外一方 他因为也没办法 逼对方上谈判桌 所以这个外交折冲无效 只好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谈判双方的意愿 我想这个当然很重要 那意愿又没有办法强迫 一定是自己要了解 我自己有意愿 透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冲突 下一种情况是 双方也都认为谈判是有利的 当然他们觉得有必要 而且是有利的 就愿意谈判 最后一种情况是 希望双方希望能够透过谈判 来建立彼此合作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过去在节目当中 或者在很多十万例当中 常常提醒同学的是 谈判不只在解决冲突 也在促进这个合作 当然合作里头还是有一些冲突 比如说我们合作之后 产生的利益怎么分配 所以合作当中 还是有一些冲突的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谈判的方式 把合作当中的冲突的因素 把它消去 让这个合作回到合作的本质 就是创造双云互利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接着实物个案的探讨 我们请教志军老师的是 过去在韩国的韩剧里面 常常看到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在韩国的首都首尔 聚集很多有钱住的 很多豪宅的地方 叫做清潭洞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家 叫做皇家集团的百货公司 因为本来它附近很多传统的面包店 当百货公司进驻之后 传统的面包店就面临到经营非常大的困境 甚至就一一的倒闭 那后来就造成很多的冲突 有传统面包店的老板就抗议等等 那这个韩国这个大的财团 它怎么样透过冲突的解决方式 用谈判的方式来让这个事情创造双云呢 是 这个何老师 这个给您报告一下 因为我今天要带来这个案例是一个 事实上是一个虚拟的案例 也就是说这是在韩剧当中 里面出现的案例 就是说这是一部 这一两年很有名的韩剧 叫做清潭洞的爱丽丝 它讲的就是说一个面包师傅的女孩 女儿 她爱上了一个财团老板的儿子的一个故事 很有趣 那其实清潭洞就很像我们台湾这个大安区 或者地堡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是这个所谓的首尔里面的江南区 江南区大概我们的大安区 那清潭洞大概就属于这个大安区里面的地堡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地方 那它是非常多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平民家庭的女孩子 所向往进入的这个时尚圈 权贵圈或者是有钱人的这个圈圈的一个地方 那我在这个剧里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一幕就是说这个大财团皇家集团 他盖了一个这个百货公司 那影响到了这个面包师傅 我刚刚讲的这个面包师傅的女儿 这个爸爸他们的生意 就使得非常多的人 就到这个新开幕的百货公司前面去丢鸡蛋 举白布条抗议 那这个就是何老师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双方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冲突 但是呢 这些人 这些这个失去就业机会的这个中低阶层的人 他来到这个百货公司门口丢鸡蛋 他显然是没有意愿要上谈判桌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里面呢 这个大老板就非常的聪明 当他来为百货公司做捡彩的时候呢 他发现说 哇 怎么门口没有这个热闹的人群 反而是抗议的群众 他不但没有生气 他反而耐住性质 而且化危机为转机 他就告诉他身边的这个助理说 你赶快拿手机来拍照 然后我现在走过去跟他握手 你一定要记得拍住 拍到我跟他握手那一幕 然后呢 这个助理听到之后呢 准备好相机 然后这个大老板呢 就走过去 向这个示威抗议的这个群众的那个领头者呢 就90度鞠躬 跟他致歉 然后呢 同时告诉他 我们一定会透过谈判 来解决这样你们的生存的危机 然后呢 他助理就拍下这一张照片 然后呢 就上传到脸书呢 就反而为这个皇家集团的老板 带来一个企业开明 清明的一个形象 那后来呢 做完这个秀之后呢 这个老板也真的去把 这个面包师傅的老板找来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威胁到你们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找出 双方都不受影响的 这个最大的合作的交集呢 那么呢 最后呢 透过有效的谈判呢 他就把这些邻近的这些小商家 传统的商店 引进到这个百货公司的地下 这个美食街里面 反而成为一个百货公司的 一个宣传的噱头 这就说明了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案例里面 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说 真正在谈判桌上呢 我觉得优势的一方 最好是能够释出善意 让这个劣势的一方 因为他已经没有筹码了 所以他很可能会去这个 背水一战 跟你不惜来一个双输 在这样的状况下 优势的一方 如果能够这个放下身段 释出善意的时候 往往能够透过谈判呢 去寻找到对双方最有利的一个 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幕的戏当中 我就发现到说 这个皇家集团的老板呢 不断能够放下身段 而且还能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为自己做到了一个最好的行销跟宣传 那同时呢 当他又透过谈判 让这个附近的商家 进驻到这个百货公司之后呢 而且他还强调的就是说 纯手工天然 这个不像我们这个 最近前一阵子发生的 这个胖打人事件 这个引起的这个渲染踏破 反而让这个百货公司呢 去塑造到他一个健康 不老民 而且还能够把原有的这个客群呢 带进他这个新的百货公司 我觉得就取到的不只是双赢 而且还是三赢或多赢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我这个 今天这个案例 想要跟同学们做的分享 好的 谢谢志军老师这个个案 这个个案呢 虽然是我们讲说 是韩剧的一个一个个案 不过在好像在台湾很多 偶像剧也有类似的这个剧情 那这个虽然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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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剧的一个一个个案 但是我想在真实的 这种商业场合里头 也经常的发生 我们看到很多大企业的崛起呢 都会影响到周边 这个小企业的生存 那这自然就造成一种冲突 那这个如果拥有优势的一方 这个大的企业 大的连锁商店 不愿意这个先放下身段 然后把这些对外抗争的阻力 变成它的助力 像这个案子很有名的是 很有趣的是 这个这些附近的这些 本来传统的这些面包店 就进驻到百货公司 像我们台湾百货公司的一些 地下街的美食 然后这个也变成这个百货公司 它经营的特色 然后又能够跟原有这些传统的 这些业者 不管小吃店 面包店 能够和平共存 然后共融 创造出新的这个价值 那我们现在常常强调 这个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 那五行当中企业 特别是拥有优势的这个大型企业 也通过跟社区的结合 然后扶持地区的这个企业 然后来创造出更大的这个价值 这也让我想到最近这个这两年 台湾的超商的龙头 像统一 像这个全家 跟在地的农业 的这个农业合作 而且他们把这个合作的过程 拍出一系列的这个围定 然后也感动了很多的消费者 那让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Saven 或者全家这种大型联手超商的存在 不仅没有消灭传统的农业 而且还为传统的农业 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那我想这是谈判个案当中 我想是最令人赞赏的一个结果 好 今天在这一段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在谈判的前置阶段当中 当谈判双方都有意愿 而且都认为谈判是解决冲突 促进合作的最好的方法 在真正进入实质的谈判之前 有个阶段也非常重要 就是谈判情报的一个收集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 不管是在战场上 在商场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永远是不变的真理 而且不只是知己知彼 我们还要了解整个环境 所以在进入谈判之前 其实有相当多的情报 是需要收集的 所以这段节目 我们就来跟同学探讨 谈判情报的种类有哪一些 然后收集谈判情报 要有哪一些遵守的原则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谈判的情报 所谓的情报 这里头包含我方的情报 跟对方的情报 当然再更广义的 还包括整个周遭 整个竞争环境 就是除了你我之外 整个环境的情报 这是广义的谈判情报的收集 谈判情报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以下的八类 第一个类型是 这个双方过去交手的记录 那除非是第一次交手 否则他们过去会有 累积一些记录 一些经验 那第二点是 我方的立场 我的立场 还有利益 我的利益的所在 还有我的立场跟利益的顺序 什么是我最先的利益 什么是我次要的利益 主要的立场 次要的立场 第三点当然就是 对方一样 我们要了解对方的立场 还有对方的利益 再来就是双方利益的差距 如果双方利益差距很大的话 那这个谈判要达成 一个圆满的结议的这个协议 恐怕需要很长的努力 那底下还包括 第四个是 能够数量化的资源 那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提醒是数量化 能够把所有的资源都能够用数量化的方式 会让我们将来在情报收集更加的科学 第五个是 彼此需要的程度 我需要对方 对方需要我的程度 第六个是 来自他方的资源 包括你有哪些内部的资源 有哪些外部的资源 那这个在未来谈判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 那我到底可以做多少让步 我可以做多少坚持 那这个部分也是 必须要先收集的谈判情报 第七个是 对方他的文化的特质 那这个特别是在跨国的谈判 就特别的重要 或者是不同行业 不同公司 有不同的文化 对方的个性 如果他是一个自然人的话 还有对方 如果他是一个团体 是一个公司 有没有内部的矛盾 或者在外交谈判 常常会利用内部的矛盾 来获取比较大的利益 最后一个类型是 整个法令 国家的法律 法令跟舆论 舆论的支持或者反对 还有整个政治情势的判断 以上这八个是 我们在谈判前置阶段当中 要收集谈判情报的主要 有这个八个类型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我们实务个案的探讨 我们这个要请教 资俊老师的是 有一家 我记得有一家 台湾传统 而且过去是小型的 这个制药 叫做台湾东洋制药 它是一个传统的 小型的制药公司 那我们知道 因为健保的关系 让小的制药厂 很难生存 那这个公司怎么样 后来去了解大的医院 它的资讯的需求 了解大医院的需要 然后来拓展它的销售数量 创造双赢 这样的过程 可不可以跟同学说明一下 是 对 其实这个老师您 谈到台湾东洋 虽然它事实上是一个 老牌的制药厂 它民国49年就成立了 到现在已经跨越了半世纪 那但事实上 它在民国这个 80几年的时候 它曾经换手经营 那我怎么说呢 就是说事实上 台湾很多的药厂 事实上都是做 所谓的学民药 所谓什么叫学民药呢 学民药就是说 国外的那个一线的大厂 它开发出来的药 它会有个专利保护期 可能10年 20年 那过了这个期限之后 它的配方就要公开 那么台湾很多的药厂 二三线的药厂 就可以去复制它的配方 再去做一个相同的药 一般我们专业术语上 叫做学民药 但是因为有些药的制成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虽然是学民药 可是它不一定 它的效果能够达到 原厂的那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学民药里面 就有分简单好做的 跟不好做的 那台湾人当然 过去西药房林立 所以很多人都会 很多药商 就会去开发这个陈药 那我觉得台湾东洋早期 也是锁定在这个 台湾传统西药房里面的 陈药的一个药商之一 可是后来受到这个 健保上路的这个影响 使得台湾很多的这个西药房 大家都上大医院 看健保了 那这个传统的通路 就受到影响 所以这时候 他就经营困难 所以这时候 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这个 第一代的创办人 就只好找新的团队来接手 接手之家台湾东洋 那进来的这个老板 经营团队 是一个从卖药的 行销通路商 起家的这个药商 那么他非常了解 通路的变化 通路变化 也就是说他发现到 就是说当健保崛起的时候 以后的医药的资源 会掌握在中大型医院的手上 所以他必须把台湾东洋 转行为去瞄准中大型医院的 这样的一个客群去发展 那可是呢 这个我们在谈判理论上 刚刚老师你也有提到 就是说怎么样去创造 我被客户需要的这个需求 等于说客户为什么需要我呢 所以我必须要去找到 到底客户需要什么 然后我去做他需要的东西 那么彼此就能够找到交集 那我刚刚说到 这个新接手的这个经营团队 是从行销端起家的 所以他非常了解 就是说台湾的医疗 中大型医院的医师 他在开药给这个病人的时候 最需要什么药 他少什么药 然后他如果能够提供一个 比较便宜的学民药 那就可以去取代掉 这个国外一线大厂 比较贵的药 所以他就专门去收集这个资讯 然后去改变台湾东洋的 这个生产的这个药品的项目 然后去锁定 这个中大型医院的医师的需求 那么他就慢慢的从这个当中 去找到了一个利基 那么就摆脱掉这个亏损的通路 就往这个有利的市场去发展 那台湾人我们都知道 我们台湾人这个cancer 癌症最多嘛 所以台湾东洋后来就定位在 专做困难的癌症药的一个药商 那么就为他打开了这个市场 那么我觉得他更聪明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还会去帮医生去解决 就是说去了解 不但是了解医生用药的需求 他还去帮医生建立资料库 也就是说你所看的病人当中 这些癌症这么多 那么你这些病人他的一些 到底真正需要用什么药 我帮你做管理 因为医生看那么多病人 他不见得会去做资料库管理 反而医生 医药商成了医生的一个后盾 资料知识库的后盾 他帮他建立资料 然后提供报告给医生参考 然后告诉医生说 其实用什么药会对治疗 哪一种症状症状会比较有效的 当他可以协助医生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 这家药商他就不但不只是卖药的 他还成了一个客户的资料库跟知识库 然后他还可以透过谈判 去跟医生去共同 比如说举办研讨会 或者是说双方经常的沟通 去了解说医生你真正的困扰是什么 那透过我的资料库 我帮你寻找我们应该开发什么样的药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然后台湾东洋 你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去寻找 他开发新药的有利的契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发一个新药的投资原始资本额很高 那如果我能够瞄准好市场 做好评估报告 而且连客户都下单 会下单的买药的客户都锁定好了 再去研发这个新药 当然就会让我的风险降到最低 投资报酬率也会拉到最高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东洋 他透过资讯的取得 然后正确的定位 然后创造自己被客户的需要 然后慢慢的发展到今天 也是走出台湾 成为亚洲的一个国际级的 一个药厂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过程 是 谢谢志军老师的说明 我想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在前面内容提到 了解对方的需要 还有了解对方的利益 而且要把这些资讯 在跟客户接触之前 都把这些资讯都收集 然后等到跟客户建立一个伙伴关系之后 它持续的不断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东洋 台湾东洋资料 更进一步的是帮客户收集资料 帮客户整理资讯 因为我们在现在很多专业领域 资讯的取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资讯取得变成一个 相当有价值的一个活动 所以能够把这个价值 融入到本身的 跟伙伴企业 跟这个对方伙伴的关系 我想这个是可以维持 长久合作关系 然后也为自己创造利益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好 我们今天 谢谢志军老师的参与 我们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